你听说过打声庄吗? 那是鲁班书里一种把人活埋当电击祭品的邪术 书中记载但凡大兴土墓师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都要进行这种献祭 然而就是如此残忍的手段 竟依然有人使用 这就是95年震惊全国的上海某盘龙立交桥 真实打声庄事件 应述一座真评论区 狗头或艾特老师人可敬 相传大桥开始修建十分顺利 但接近尾声却有一个桥基柱始终立不起来 那根基柱不管打上多少水泥都会垮他 这让承包的老板十分着急 可行内人都懂这种风水上的问题很难搞定 想着每天几十万的支出 他心中不由想起那个行内技术 于是他看了看身后干活的工人小海 并问起他的情况 在得知他来自农村 且没有亲人的时候 老板顿下决心 虽知会赔点钱 但这和巨额工程款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 于是他把手机直接扔到那个塌陷的基柱 然后把小海叫过来 这小海本是个老实芭蕉的农村人 被老板一叫就有点诚惶诚苦 可一听只是帮老板捡手机 自然满口答应 但他不知道 老板恶毒的计划已经开始 他刚走老板就叫来一辆满载混凝土的浇管车 等他爬到基柱时 随着老板面无表情的一声令响 那浇管车立马启动 而这是憨厚的小海 还在用袖子小心地擦拭手机 等他擦拭好像老板大喊手机没问题的时候 却发现迎接他的不是老板表扬的目光 而是铺天盖地的混合 把他死死埋在基柱里 说也奇怪 自从小海被活埋在里面后 那基柱竟真的立了起来 没多久 大桥就顺理完供 只是大桥通车后的五年里 却每天发生车祸 有时是轿车 有时是货车 且每次都非常惨烈 司机都说完全看不到那根基柱 交警部门也为此特地安装了警示牌 还找了当时的设计原因 却发现都没什么用 直到有一天 那基柱被撞开一个巨大的缝隙 警察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两位资深警官一看这情况 便知这又是一起压魂剑桥的案子 案情也不复杂 警方很快锁定当年剑桥的老板 而那个老板现已是地产大亨 被警察找上门的时候 他还在豪华办公室里耀武扬威 直至被警察带走 还在叫嚣着社会背景强大 但在被审讯几天后 他发现动用所有关系也不揍消失 他终于交代全部犯罪事实 等待他的僵尸法律的严惩 而那乔助最后被盘上金龙 从此再没出现事故